虎是百兽之王 象征威猛无惧 被视为可屈及避凶之物 早期的虎图像 会被运用在岁时节庆 或民俗异品之中 春节除夕当天 在大门挂上一幅虎图来辟邪 迎接虎年迪化207博物馆 推出虎年虎式特展 展出各种以虎为主题的相关物件 那大家都知道 就是十二生肖里面 对于虎的禁忌特别多 然后我们就是特别举办了 这一个展览 跟大家分享 除了在生肖当中虎的禁忌之外 还有在生活中的虎 那我们这次的展览内容 其实非常的丰富 那从我们戏曲当中的 武松打虎的这一个 木偶的虎 然后包含我们在华人常见 寺庙里面拜拜的这一个虎爷 那在民间的一个小朋友 他们在周岁时候会需要用的虎衣虎帽 然后还有关于虎的典故 虎的文化以及虎的生活当中所使用的词语 那都在我们这次展览里面 那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实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上面呢 并没有虎的这个形象在 那我们的传统匠师呢 如何刻出栩栩如生的这个虎的形象呢 除了他们在中国大陆所流到台湾的这个图稿之外呢 他们发现了虎它是猫科 跟我们生活当中的猫咪有一点像 所以呢在早期呢 我们的匠师在雕科的时候 他们是参考猫的形象来进行雕科 所以会发现说有一些虎长得特别的可爱 特展开幕当天 迪化207博物馆特别邀请剪纸艺术家李慎兴老师 示范老虎剪纸 结合台湾长迷生活文化 展览中可以看到传统富含其福意味的民意品 也可以看到现代设计转意的文创品 以轻松的方式带大家用不同的视角来认识虎 因为虎衣虎帽呢 他们是属于比较精致的一个传统的绣娘艺术 那大概是差不多在19世纪的时候呢 所制作的 所以你会发现呢 它这个绣得非常的精致 那另外一个呢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如果你来看我们的展览 会发现说 除了虎这个衣服上面好像还有其他的物件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虎的形象很凶 那另外一个它有好的意思 虎跟后跟福的都有一些谐音 那另外呢 有些绣娘们他们会把武毒 就是在端午节趋吉避凶的武毒呢 也把它放在服饰 或者是像是在剪纸上面呢 一起跟虎来一起做呈现 想知道更多关于虎的故事 不妨来一趟迪化207博物馆三楼一郎 欣赏虎年虎式特展 展期自1月12号到5月8号指 欢迎民众免费参观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请 skies宝费参观 请 leads